日本做梦也没想到报应来的这么快 刚跟从美国制裁中国企业 转眼就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局面 大家好 最近胡塞武装在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 证实了自己通过导弹无人机的方式 袭击了一艘希腊货轮 在精准打击之下 那艘货轮最终沉没了 船上的22名菲律宾船员弃船而逃 其中一名船员在袭击中失踪了 目前还不清楚更多的信息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美国的脸再次挂不住了 毕竟红海就有美国的军舰 甚至是航母 美国也声称要维护红海的安全稳定 保护过路的商船 只不过现在来看 美国所谓的保护已经是四处漏风 胡塞武装也没把美国放在眼里 不仅多次袭击美国的军舰 传说还袭击了美军的航母 打没打到已经无法确定了 反正胡塞气势很足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居然又把帽子扣到了中国头上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在社交媒体上声称 美国制裁了四家在中国的企业和个人 原因是这几个企业实体 帮助胡塞武装 取得了制造先制武器所需要的材料 以此来对商船进行恐怖攻击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了 美国他显然想通过此举来挽回自己的颜面 告诉外界 胡塞武装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 尤其是获得了来自中方的支持 掩盖美国自身越来越衰落的事实 就像在俄欧冲突中 美国也是这么抹黑中国的 指控中国在背后给俄罗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 才导致了整个北约都没有在俄罗斯手上 淘到什么便宜 反正就是给他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 来掩饰自身和北约指老虎的本质 当然了随着中国现在对美国越来越不客气 美国这种随意制裁和随意抹黑中国的行为 中方也不会惯着的 中方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反击 这次真正尴尬的人啊 其实是日本 因为日本才刚刚跟风美国 首次以涉俄乌冲突为由 制裁了中国企业 转过头来 美国又声称说中国企业还支持了胡塞武装 那日本现在是不是也要跟风美国 在以设红海局势为由 继续制裁中国企业呢 我认为日本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啊 因为美国大概率是要向日本施压的 不然美国他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 那多尴尬啊 除此之外呢 日本如果不敢继续行动了 那么也是在打他自己的脸 之前相信美国选择制裁中国企业 怎么现在又不敢相信美国了呢 这也是为什么说 日本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因为撒一个谎 他后面就需要撒无数个谎 去把它圆回来 那么只要日本继续做死 中方后面收拾日本 也就有理有据了 日本因为展示了自己的反俄立场 俄罗斯也会给日本教训的 除此之外 胡帅武装也不会放过日本了 本身日本就依赖鸿海航线 因为日本这个制造业大国 它很多东西也需要通过鸿海航线 出口到欧洲 而鸿海局势加剧之后 日本游船 商船 三井和川崎弃船 在不久前都已决定 旗下所有的船舶停止穿越鸿海水域 这里面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 而继续触及胡帅武装的眉头 日本要小心胡帅武装的黑名单上 再添加一元 日本总不可能以后都不经过鸿海吧 另外日本的银河领袖号 现在还在胡帅武装的手里呢 也要小心再也拿不回来了 所以不得不说啊 上了美国的贼船 日本以后的苦日子还多着呢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我們下期再见 日本不哲áv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